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背后的含义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些零碎的分享 应该有很多点提到过 但今天的非常重要 给您要非常重要的树立起一个大概率思维 这样一个投资当中最重要的决策的一个依据 好 我们今天来重点讲一下通过大概率思维 如何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行为偏差的问题 首先讲概率 如果您读过这个大学 大学里面一般数学三门课 微积分 先行单数 还有一个就是概率统计 如果学过概率统计的话 对概率应该是有个基本的认知了 但是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很多可能都是纯文科的 概率论可能没学过 所以要把概率的基本概念给您深入浅述地讲一下 提到概率这个词要提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法国的数捷家 他叫拉普拉斯 他说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绝大部分其实都只是概率问题 在我们上生活当中有一些 其实就是绝对要发生的 比如说太阳从冬天升起 对不对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比如说这个夏天比冬天要热 对吧 那除非真的是这四季颠倒 那基本上就是绝对情况 夏天比冬天要热 但除了这些所谓绝对的事情之外 大多数的事情 它发生的都是一种可能性 不是100%的 就比如说您订个外卖吧 现在外卖已经很聪明了 对吧 有大量的这个数据软件告诉您 这外卖小哥什么时候会到 比如您11点半订的 他会跟你说12点会到 但实际呢 实际上还是会有偏差的 这中间还是有不可抗力的 一路都是绿灯 外卖小哥能11点55分就松到 您很开心对吧 那明天正好赶上下大雨 然后您那个您订的外卖 正好带子还漏了对吧 外卖小哥要处理 或者直接回去换一份 那您可能1点钟才能吃上饭对吧 看起来已经非常确定的事情 它在具体执行当中 也可能会有各种可能性会出现 那出现这个可能性就叫做怎么样 如果从数据去量化的话 叫做概率 但是呢这个描述的不准确 所以呢必须要给您一个严格的定义 概率是指一个事件重复发生时 某种潜在结果发生的频率 注意啊 这句话背后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 首先他说的是一个事情重复发生 就这事要不断的发生 要经常去做同一个事情 然后这事情要不断的发生 注意是同一个事情重复的发生 然后出现某种潜在结果 就比如有结果A 结果B结果C 对吧可能三种结果 那这重复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出现结果A结果B结果C 各自出现的频率是多少 反而构成了概率 这句话您认真去想想啊 首先它是一个可以重复的事件 然后不同的结果 我算这个历史 注意是历史的一个频率 然后作为一个概率的判断 这个三个要点都非常重要 就比如说这孩子读高中 你可以自己去想 这孩子读高中 他能考上这个重点大学的可能性 哪会更大呢 那我如果这样问你的话 你肯定毫无感觉 对吧 但是我如果告诉你这孩子呢 现在我们本市最好的高中在读高中 那你马上就懂了 对吧本市最好的高中 那90%都会上大学本科 那其中可能一半以上 50%以上 对吧都会上重点 那你知道这个前提条件之后呢 你再去说这孩子 到底能上这个重点大学概率有多大呢 50% 那请问你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 道理很简单 就是一个重复发生的事情 不停的会出现 这重点学校的学生 过去有几届 十几届 二十几届 甚至这个三四十年的数据 对吧 都证明这些数据是不断的重复的 按这个逻辑来讲 就很容易去讲 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天气报 他会说这个明年降雨的概率会是多大 对吧 明年降雨的可能性80% 您知道这概率怎么算出来呢 很多时候天气预报 气象局这个未不先知 他能够看这个云图的变化 然后就能揣测明天到底要不要下雨 还告诉我概率可能性80% 但实际上不是的 他什么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大数据的历史注意 这个点很多人容易被大家忽视 历史数据这个计算 就是我能够测算出明天所有的气象条件 风力啊 光照啊 云层啊 这个什么湿度啊 等等 我不懂啊 反正是一堆 那这堆数据拿出来 形成一个 这个就像拍照片 那这个情况是数据记录下来 那历史当中注意啊 历史当中多次重复下来 出现这个照片当中反映的情况下 有多少的频率是下雨的 明白意思吧 所以80%的概率下雨实际上历史当中同样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80%的情况是曾经下雨的 所以我判断明天同样的这个天气状况会有80%的概率他会下雨那概率呢你要把这事搞懂你需要有三个状态要素 第一个要有依据过去历史当中重复出现的数据来作为依据如果没有办法获得过去历史当中大量重复出现的数据您就没办法推论对吧 这是第一个就是依据第二个数据这种情况多次发生过但是你没数你没记录下来我好像从小长到大挂大风的时候我就我胳膊疼我关节炎我胳膊一疼就会下雨那您没做量化不行所以第二个要素就是数据第三个重要就算您算出来是一个大概率但是它依然有不发生的可能就天气报告诉我说100%要下雨结果没下雨有过吗我们在上海大家很多人可能比 要熟悉了预告大台风天然后学校都放假大家都在这躺平了就等着风雨来吧结果大青天有吗有的那如果按照这概率逻辑去看投资的话你就会发现我能在这你说你为什么买这股票呢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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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没有想到假如你这个判断失败了你能不能承受这些风险这就是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没有概率思维因为这三个条件不具备投资呢其实就是一个概率学的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游戏啊game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赛大概率的事情虽然并不一定发生但是你如果不坚持做大概率的事情在投资上啊你绝大多数情况一定是要会失败会亏钱的如果是坚持不断的去做大概率的事情 也许在几次过程当中你的事情预测并没有兑现但是长期来看长期坚持做大概率的事情最后一定是长期能赢的究竟在我们投资当中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大概率事件呢啊换句话说很多投资人说我希望能够拿到这个超额收益啊什么叫超额收益呢就比如胡适三百作为一个基准啊胡适三百今年收益是10%啊我拿到12%那两个点12点是那两个点叫做超额收益那么我们大概总结了几个啊这个所谓市场认知的能够拿到这个相对比较 要稳定超额收益的投资机会第一个叫做打新股这大家都熟悉啊如果您占有一定的A股的仓位呢就会获得打新股的机会打新股的收益呢其实还真是不错的给您个数据啊这个2019年A股打新的年化收益率达到9.4%创业版打新更是达到10%以上一拍大腿这又稳又没风险对不对打新多好啊但实际上我这里要做一个解释打新如果从单独的这收益上来讲什么叫单独收益呢就比如我中了一千 两千块钱啊然后呢这股涨涨下来可能涨10%啊就平均下来啊那可能涨了两百块钱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对比你总金额来说您为了中到那两千块钱那一手的新股您可能整体投资金要20万那如果您中的只是两千块钱那10%就两百块钱对比那二十万那收益就变得很低了所以所谓打新收益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大概率的啊确定性的没有风险的收益还可以的那不好意思对比你总的投资金来说 这事不划算但是它如果从这行为本身上来讲从投资的中签本身上来讲有没有收益呢还是不错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有人讲叫做增强型指数基金啊增强型指数基金呢其实我们也确实发现如果市场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它确实大概率的会给您带来超越指数的收益否则怎么叫增强呢那解释一下啊所谓的增强指数基金呢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在基准的指数基础上再去怎么样再去做一个主动性的一个调整比如 80%配置这个浑身300指数剩下20%的仓位呢我自己这个基金经理做一个主动的一个仓位的调整对吧然后尝试着能够超越这个浑身300指数那历史上来讲呢这个所谓增强型指数基金的收益还是不错的啊但相应的呢当市场上下跌的时候它还在增强那可能会亏的更多啊这是第二种所谓的这个大概率的事情啊给您做一下介绍第三个呢才最重要的啊这个如果前面两个都没记住也没关系啊因为只是具体例子第三个最重要就叫做低买高 我一说这话很多人要打脸打我的脸啊马博士你这不是废话做股票都知道低买高买很多朋友跟我说最近看见以来整个市场行情很差啊马博士呢一直还是比较监睛看多的啊特别告诉我们说越跌越买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能看到越跌越买怎么样现在看见肯定是对的特别在前期特别低位那种不断的补仓不断的加仓现在你应该开始慢慢的至少减少损失甚至开始赚钱了所谓低买就是当市场跌下来之后敢于去买入然后相信它能够涨起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大概率 这个事情背后呢有两个重要的点啊第一个点就是相信市场会出现均值回归什么叫均值回归呢跌多的会涨涨多的会跌这就叫做均值回归啊个高的还一带一带下去个会慢慢的变矮个低的一带再上去啊这个个会变得越来越高是都叫做均值回归股市也一样跌多的会涨涨多的会跌这是第一个是大概率的啊第二个就是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买的是指数为什么指数不会完蛋指数会不对 不断的优化和调整啊护身300指数的这个权重或创业版指数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重点的标的跟五年前十年前都不一样了他会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迭代他是不会死的这两个大概率性放在一起那一定会怎么样会赚到钱啊比如举个点的例如说这个定了个铁率护身300 适应率跌破15位开始建仓跌破12倍开始这个仓位到50%跌破10倍我仓位干到80%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到这位置你价格就不买到这位置就坚决按照这铁率去买然后到这位置买好之后就再也不管他三天之后再去看一定赚钱好吧不赚钱来找我来赔钱好吧这是举了三个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所谓大概率事件的例子接下来呢帮助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我们把大概率这种思维放到头子当中怎么去建立这样一个模型我这里要提一本书啊这本书其实是我们这一帕内容当中做的一些参考啊 这本书呢是梁宇峰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做常识的力量啊这本书关于这段总结的比较好所以我就不再去自己去讲了我把他的内容这逻辑给你讲讲 他讲的就是如果你要定一个这个能够符合大概率思维的一个策略然后能够把这个策略去贯彻执行的话有三个步骤 你可以认真听一下第一个步骤叫做逻辑自洽你每在做一个投资的时候你买这做这个投资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是不是真的实大实的是一个真实的理由而不是你拍脑袋想出来的就比如说当市场下跌了我去买价值板块那因为原因呢我认为价值板块未来会带政策的帮助之下它会上涨对吧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对吧那如果您是买这个垃圾股你看我就要赌啊我就要赌这公司能够去借壳成功白衣吉时会出来这公司会脱胎换股那不一定对不对 这个逻辑就不自强或者甚至呢你就直接去选一只客户随便蒙一只客户这逻辑就不自强对吧这里简单提一个方法就我们经常讲ROE就精子散收益率是巴贝特选股的一个重要的逻辑ROE大幅上涨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我们称之为这个茅台模式第二个模式我们称之为沃尔玛模式第三个模式我们称之为银行或者地产您就看看您这个公司ROE如果高的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模式带动的就找到这个逻辑了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再去推断这就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个第二是要做一个回测就你找到这个逻辑和方法了要把这个方法要带回去要找更多的公司历史股价我不是说了吗大概就要找历史历史的数据去做一个重新的回测这个需要借助一定的软件来进行这个您可以需要去学习有些工具可以去用的但是不做历史回测的话你所有的结论或者您的逻辑自下都是你想象的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步骤第三步骤他说叫做什么要符合历史趋势就是历史回测下来都成功但未来可能环境发生变化 比如说当年这垃圾板块确实垃圾板块溢价很高对不对那未来注册制了对吧垃圾板块没人吵了而且这监管他要交接他推势了你继续再去按照这逻辑推演不符合历史规律的这个也会被否掉所以再重复一下就是找到您这个所谓大概率的事情真的落实到投资当中需要三个步骤逻辑自洽回测合格需要去用软件去做的去跑的第三个要思考未来的趋势这三个都吻合的话那才能够真正的去带来投资的价值 我们一直在讲创造价值投资那为什么价值投资是符合这个大概率投资的这个逻辑跟方法的呢按照这历史规定来讲对不对呢就刚才这三步骤对不对呢第一个价值投资逻辑肯定是自洽的对不对你价值投资的基本逻辑是吧就是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由此让价格明显低于价值的时候那买入一定会有机会这个逻辑肯定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吧不管是买股票还是买任何一个商品比如电脑本来应该值1万块钱现在只卖8000块钱 你干嘛不买呢是一个道理说这个逻辑是符合常识它逻辑一定是自洽的第二个就是做回测当然确实比较一看我们对价值投资没有办法做特别严格的回测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说像格里厄姆费雪彼得林奇巴菲特芒格就是巴菲特说的我们叫格里厄姆和多德镇的投资者这批人通通都能够长期的赚钱而且收益率的明显是跑赢市场指数的无数的案例证明坚持价值投资是能够跑赢指数的这也可以作为一种回测的参考 第三个呢展望未来资本上会越来越理性投资者会越来越理性机构投资者会话语权越来越大由此呢未来价值投资会成为主角因为机构投资一定是秉持价值投资理念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为价值投资是符合大概率投资逻辑的逻辑可以自下数据可以回测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所以要坚持价值投资做好大概率的事件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我们呢也会及时 为大家做相关的回复那么下周呢将会带来的是避免羊群效应和从众心理希望大家朋友们能够关注锁定我们每周末的上新时间我是马鸿曼我们下期的行为竞选课程再见